记者蔡淑源,张惊雅台中报道,跳电事件频传,台电针对全台3500家契约容量1000千瓦以上工商业,用电大户实施工商业用户需量管理措施签署节电同意书,有台中市议员轰式变向限电,台电澄清,这些用电大户占占全国用电50%,是鼓励节电新措施, 不影响一般住宅或小商店,更不是限电,请物质路为马,若能在尖峰时段更积极节电,可达到整体用电削风填骨及节能减碳的具体成效。 台电指出,该措施并非经常性节电措施,是为避免电力系统突发状况引发供电危机的节能强化措施,近在预估隔日被转容量在90万千瓦以下, 才会通知大用户于隔日的指定时段节电,目前未暂定500%,若已去年全年亮红灯供只有三天, 另针对参加该措施的工商业用电大户,只要节电有达标,就可享有减免电费初步规划给予全部一滴量基本电费的二成,作为节电奖励。 至于未做到的企业会暂时加计电费,目前规划为未达节电量之基本电费的四成,钱不会进台电,而是保留在个别用户专户里面,日后节电有达标时,台电会归还给用户。 台电表示,能源局已于4月27日预告修订契约容量1000千瓦以上能源用户应遵行之节约能源规定,台电除依照能源局预告的规定研议方案,目前正白会用户说明和意见搜集阶段,正式实施的日期还未定。 感谢观看